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像大红似的 这个地方好像缝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给多点水给妈妈 因为妈妈在暴雨的时候要喝多点水 我是遗护处的兽医 我会定期过来景犬队 和景犬做诊证的工作 我们总共有十二个症 耳朵方面觉得好吗 好多 没那么痕 没那么骚 还是有少少骚 洗耳朵的时候记得按摩底部 可能大力一点都要 软了一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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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些压力位置 好 因为Foxy 她都准备给人领养 退休了 所以 我们跟她做了绝育手术 才给人领养 她都很健康 是 记得上一次看她 她都只不过是上年的时候了 已经 做护肪 而且会有很多秘密的地方 非常健康 所以她做着 加一些血液 就是 然后还要理解 我们来自希望 我以前都希望它能靚靚回家 我們都看殺警犬隊的症 你們家裡的狗狗都可能會遇到這種情況 好像耳朵發炎 我們都建議定期做這個洗耳朵 可能一個星期洗一次 尤其是在洗耳朵時檢查一下 有沒有發炎、紅腫、臭味或分泌物 記得留意